主料,绿豆芽50克,胡萝卜50克,金针50克,黑木耳50克,大豆肉片50克,面粉400克,主料,水,鸡汤一罐,盐,蛋清,辣酱,准备时间,10-20分钟,制作时间,10-20分钟,用餐人数,1-2人,绿豆芽去透视为清洗干净,胡萝卜切丝,紧针清水泡好, 黑木耳用水泡开洗净,然后切丝,大豆肉片用温水泡半小时后,挤干水分切成条状,再准备鸡汤一罐,烧开鸡汤,木耳,金针菜,大豆肉片先煮10分钟,最后加入豆芽和胡萝卜丝,稍微煮一下放盐稍微即可,面粉加半清,盐合好后性一下,然后擀,切,放进开水里煮熟,然后捞出来泡冰水, 沥干水后先用油饭一下,然后加醋,再加冰开水汤过的豆芽,胡萝卜,泡菜,还有自制的辣酱饭就可以吃了,烹饪技巧,面条泡水好吃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 请不吝点赞,订阅本频道